關電靈殼是當地重要的農地產品 現在原本能夠比當地本舍的靈殼殼 也透過新的機率變成能夠再次處理用的靈殼殼 去公司和昆山區基台下 還有當地的廟屋飛安京來合作 因此媽祖信用來結合靈殼殼殼 從此唱完特色的文創商品 過去關電的靈殼殼 這可以當地本舍作成當地的困擾 現在透過新的機率 將靈殼殼在處理用成為靈殼碳 現在公司要到昆山區基台下 以及飛安京合作 推出三種的文創品 並結合飛安京的媽祖 讓文創品帶動民眾實在當地的信用 那靈殼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靈殼殼 之前是廢棄的到處亂放 那我們把那個廢棄的靈殼殼 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利用碳化的一個技術 我們把它變成靈殼碳 那靈殼碳它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它會吸附雜質 吸附水氣 它的吸附能力很好 那我們依照它這個特性 我們在想說 靈殼碳有一些文創產品之後 我們想說跟宗教做一個結合 那跟飛安宮結合 就是我們希望說把這個產品 然後把它跟飛安宮做一個御守 讓飛安宮的Q版媽祖來過火之後 讓保佑大家平安順利 各方面都平安順利 這間公司也特別鼓勵發表會 正是遇守到特殊的林探鄉 市長文委託也請出席見證 市長也表示 市府的技術推動有環保意義的文創品 我們很謝謝那會安宮還有謝謝公所許多長官 大家的協助 能夠讓我們這個文創商品 那個文創品而且具有環保意義 具有生態意義 生態保育的意義的這個 零碳商品能夠這個讓 跟我們飛安宮做一個最好的結合 那麼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們只是第一步 在接下來還會陸陸續續開闢更多 開拓更多的文創商品 包括這個具有環保意義的文創商品 這次推出的文創品 這個可以在寬電的飛安宮來處到 廟風也是希望透過Q版的媽祖 輕年人來實在傳統的忠告 記者國伯依掛電窟柴風不得